这个扁案呢9月11号要宣判 昨天吴淑珍的辩论终结庭当中呢 讲了很长一段有关于国泰释华 这7.4亿怎么处理 这个部分呢是法官蔡守迅问他的 但是呢其实这里呢 不是蔡守迅这个一审要审理的范围 蔡守迅为什么刻意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让吴淑珍讲出 整个处理这5.7亿或是7.4亿的钱 是跟陈水扁共同商量的 陈水扁是知情的 这笔钱知情是不是代表其他的案子 他也有可能会知情哦 刘老师 其实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因为辩论庭不太会问案子了 因为通常调查庭已经结束了 他一定会问 这个时候提出来 其实我不知道蔡守迅的动机何在 他可能在写判结束 或者是在新政上来讲 还有一个要了解的部分 可是在辩论庭中间 现在我一直觉得 在整个这半年来 我一直觉得 贬家的跟他的律师辩论策略 就是说在法庭的诉讼策略上 犯了非常大的错误 所谓非常大的错误就是说 他们辩论 他要辩论的主要目的是让对方相信 我们拿这个截辩来讲好了 他不是自己相信他最擅长什么 比如说他现在最擅长叫悲情牌 所以果然他又打悲情牌 有些人对悲情牌是没有原因 他辩论最重要的就是他要知道对方会相信哪一种 会相信什么 你要去诉求 结果没想到他用了一个对方最不相信的事情 叫十七次请假 这个蔡守迅大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十七次请假 这一点无数人也非常清楚 所以他讲这一段是想去翻转 这个是完全错误了 因为蔡守迅完全清楚知道十七次请假 他自己已经相信十七次请假的原因是什么 是特权是总统 所以医生一定会开那个证明 所以你要你要去尝试去扭转蔡守迅 现在如果还要有对判决有影响就像回门手说他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机会 可能影响到那个刑度啊 假设是有期徒刑二十五三十的问题 假设无期徒刑跟三十年的话 那个中间可能还有斟酌的余地啊 可是我觉得他完全错了 他们完全提出了蔡守迅不可能相信的事情 而且蔡守迅已经有新政 而且从整个开庭上来讲完全感觉得出来蔡守迅在掌握主导 他在挖掘事实的真相 所以也许刚才你所问的那个问题 也就是他在最后辩论庭不寻